中美贸易战火又再燃起 也拖累港股 今早曾经插穿超过600点 插穿了30,000点 见了两个半月的低位 我们看看恒指的走势图 今早恒指列口低开310点 一开始跌穿了30,000点 之后跌幅扩大 曾经跌超过600点 跌至29,600点 的水平失手了200天线 亦跌至4月初以来最低 半日成交有677亿 我们看看恒指中午收市 跌659点 就报29,650点 至于博指中午收市 跌313点 就报11,556点 我们立刻找来嘉宾 要财政券研究部副经理 王伟豪Rafi 跟我们聊聊 Rafi 你好 看见美国方面警告 要对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 追加一成的关税 中美贸易战的阴云 可以说是不散 大肆短期是否都很难有气息 Rafi 对啊 暂时的港贵来说 我相信都可能是在 要试低多一点点 因为特别过去那几两个月 虽然整个市都在30,000至36,000区间上落 而曾经大家都觉得 中美贸易的关系 没有说恶化到去打一个贸易战的地步 但最新来说 特别过去这几天 看到随着特朗普公布完新一轮的 对中国的关税清单之后 中国又有回应 再今早回来 美国又会有新一轮的名单再公布 似乎慢慢走下来 整个美贸易战的关系上 都越来越有僵化或者恶化的地步 所以这一点 都对港股造成比较大的拖累 再加上这段时间 本身大家觉得 就是在世界本因素之下 可能成交又没有那么大 或者市面不是那么多的方向 但偏偏就是透过 可能原本过去几天 这么静的市况 比较容易是所谓的质高质低 所以当一旦你见到今早早 一穿完三万关之后 那时即时的沽压 其实是放大了很多 所以以短期来说 如果不能回到三万关这位楼上 我相信可能要再做个下试 特别试回今年年初二月份的低位 大概29,100 29,200这些水平 大家可以看着 Rabby刚刚才说 29,100这些位置 其实我们说完 看到香港这边急错了 除了外围影响之外 其实还有就是正正受到 中美贸易战困扰的一个A股所影响 见到内地股市表现真是很不定 跌得很惨 上证中指就跌穿了3000点的关口 跌幅近百分之三 见到Intraday最低是做过 16年8月以来最低 深城指就更加跌超过百分之四 Rabby 除了中美贸易战之外 还有应该是和小米暂停CDR发行 应该都不多不少会有关系 小米就决定暂时只是在港股上市 中证监就说尊重它的决定 深圳那边创业板指数上就跌近半成 Rafia A股跌穿了一些心理关口 会不会继续沉底 的确暂时A股的表现上看 都一样是可能偏弱一些 或者也有机会再试低一点的水平 因为特别的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见到A股都不太好 一来成家都比较严 也都不断试回一些 譬如上值3000关的位置 但他新来说 一来就中美贸易战的升温 反正对A股都不少影响 再加上来计算 原本讲到CDR方面 有些进展上升 但最小米都暂时夺置 CDR上市的因素 也会令大家对本来CDR的憧憬 可能稍微放昏低一点 令整个市况的气氛 又转入多一点 再加上来说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其实内地公布了一堆的经济数据 特别是金融的数据 例如M2 新生态本等的数字 其实都比预期差一点 而那一刻差得来 本来大家觉得会有机会 可能再去降准 但今早来说 内地都只是再发酷一批 中期借大便利 所以大家对降准的看法 又再降稳一些 所以对金融类的股份 也有些影响 所以加上来说 都对A股造成一个比较差一点的格局 但是短期来说留意一下 就是以A股特别上证到三千关这些位置 其实都很难看见一些资金去获取 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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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可能很大 可能性都不是很大 刚才我们提过小米方面 推迟了CDR 你认为CDR那边暂停了 但会不会影响小米在香港上市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暂时又未必会太大影响 因为其实以小米最新公布来说 都只是A股那边 CDR方面的形式暂时各自 但是以香港这边的一个招股 或者上市的进程 其实都仍然在进行中 甚至乎以之前大家担心 就是可能香港又上去 CDR也上去 那会一来分拨了香港那边的 集资的规模 甚至会分拨了资金的追捕性 但如果这一刻CDR暂时不发出的话 那会反而可能吸引分部份资金 选择香港这边招股的时候 做个认构 所以有机会就可能招股反应 会比之前预期好一点 但当然我自己来看 特别对小米的看法 其实我就比较中性一点 因为始终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些新股 其实上市之后很难说 特别短线 股价有一个很大的发发性 或者上升空间 甚至乎你参考 例如今年上的医生也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医回大家认构也好 我觉得可以叫做可能小主地试一试 看看所谓中一个运气 但是你说是否一个博 可能有很大的升幅呢 始终小米上讲 其实我自己来看 就觉得暂时机会性不大 好啊 那大家都是博运气为主 我们其实刚才都提过 贸易战那方面 我见到Rafi也有说过 内地股市方面有提到放水 那大行其实都觉得 中美贸易战 暂时对市场气氛是有影响的 而内地都有机会放水的 去杠杆的进程可能会减慢一点 看到上人就发表报告说 投资者都大部分预期了会有一个这样的结果 所以市场现价都部分反映了 不过由于大家都估不到局势是会怎么去发展下去 所以中美互相调整关税 短期对大市的气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而帅银又说 加关税对于内地宏观经济影响有限 不过内地有机会会微调现时的货币和信贷政策 来抵消中美贸易磨擦造成的影响 包括今年有机会减存款准备金率200个点子 并且汇公司仍合作的基建投资 暂时维持内地今年6.6%的经济增长 不过就说下行风险越来越大 我们看看野村的看法都是大致相同 就说觉得美国加征中国进口商品的税 暂时未有实质影响 但这种中美贸易磨擦影响都不是小事 而见到中国的固定投资增长 因为去杠杆已经放慢了 中国经济已经蒙上了一阵的阴霾 贸易战令到情况更加差 中央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翻一些放宽措施 Rafia 说到中美贸易战战靶 一定要看回中兴7.6.3 看到有观众都说中兴很快见8元逢高必沽 又说中兴是否会有很危险的危机 不如跟Rafia 谈一下中兴7.6.3 昨天又说美国参议员跟特朗普唱反调 说要恢复制裁中兴 中兴真是很冒陷 看到今天股价跌得很夸张 走势是否无弯转 Rabi 暂时的势来说还是很差一点 如果说一句买不买或者博不博呢 这一刻我还是观望一下才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始终这么说 你见到今天来算再跌了两成多下来 最主要来说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之前一个所谓罚款了事的一个情况 好像有些变数 因为其实上个星期曾经说过 可能罚了大概14亿美元 就去解决这件事 那时候当然是特朗普提出的一个方案 但其实大家看回当地来说 都知道本身特朗普和参众两院的看法 都挺大的分歧 而你见到最新来说 特别是今天第一次这么多 就正正因为两院的投票 你见到都挺反对之前说的这个因素 所以变上这一刻好像对中兴的制裁 其实有些的变数可能存在 会继续是有制裁在那里呢 还是会怎么样呢 所以形成投资者方面 其实对整个中兴事件的看法 都未必是太过明朗了 所以只是不知道怎么走的话 其实这一刻跌下去 风险性都仍然是挺大的 而以来就算最终 可能都是以之前的罚款方向去走也好 正如之前在周围都说过就是 就算罚款了也好 很后的货业来往 能够搬复伏好像以前那样好呢 其实也是有保留的 所以整件事看上去 我對中心的看法都比較負面一點 所以既然同時 如果在這刻還有貨 可以的 不妨減一減走一走 甚至不太容易這些位置考慮 看到它復牌了四天 都連跌了四天 就是說其實沒有貨的投資者 你都不建議做一個駁反壓的保處 沒有貨這些位置不駁 因為始終都要穿了底 你變相這一駁下去 其實未知去到什麼位置會有支持 所以現在入場的話 似乎風險比較大一點 好啊好啊 Rafi 我們說完中興之外 不如我們看看 今天有一隻跌得幾傷的股份 說的是二百八萬洲國際 今天都跌近百分之七 中午就報六個五毫半 Rafi 這一隻你又怎樣看呢 萬洲 其實這一隻都是受影響中美貿易的關係 特別本身在美國方面的豬的窗業也比較多 變相如果一旦真的有升溫 而這年度可能連食品 三副鞋物所有都有份的話 那自然對萬洲的業務會有一定影響 所以變相今天都是先下跌了這些因素 我覺得短期來說 始終你說整個貿易的賬因素 如何發酵 如何走下去 大家都比較難估計 所以比較安全的去計 我會建議現在貿易的相關股份 可能短線比一比 好啊Rafi 那不如再看看 今天又是重挫得很誇張的一隻股份 說的是694北京首都機場 我看到今天重挫超過兩成 因為看回國務院取消了民航的發展基金 用在北京首都機場等等的三間上市機場 來做一個企業收入處理的一個政策 見到中金都說這個政策取消了之後 其實對於首都機場 2019年以及以後的盈利 是有著顯著的一個負面影響的Rafi 你怎樣看這隻694 現在這樣是不是 都對它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當然 這隻股份 其實本身我的政策就不是說大差 因為特別見到過去 譬如這幾個月回來 它公佈的每一句客運的輸送率數據 又或者是播運的一些數據 其實都遲早見到一個改善 其實本業就不是說太過負面的 但是今天跌下來 最主要一來政策面那邊 有些是轉變 都令到可能接下來的盈利表現 有比較大的影響 再加上今天回來 始終整個市方面 都比較是一個很大的負面程序 所以都不排除加劇了 就是694的跌幅 但是我覺得這刻的經驗下來 如果你在這幾天 能夠在這些位置 大概有八個嶺 八個嶺附近 有過的存定的話 其實不妨做一些中線部署 我覺得可以考慮 因為剛才提到一點 雖然政策面的改變 是令到盈利前景會有影響的 也不排除之後 可能會發一些所謂的刑警 或者一些盈利比較差的預告等等 但好像今天股間見了兩成多下來 所以不排除 都已經偷補了大部分的因素 所以只要接下來 我相信可能百元邊附近的水平 能夠存定的話 中線的部署 其實我覺得都不妨剛才可以考慮 因為在今天之後 特別暑假回來 都有些旅遊水頭的一些旺貴 所以我覺得694的中長線的前景 暫時看來就不算太差了 好啊Raffy 那我們不如再看看一些觀眾的問題 今天有個觀眾就問內銀 因為看到今天內銀 都全線下跌 今天民生銀行都跌超過2% 就報7.07元 有個觀眾都問Raffy 怎樣看一隻1988呢 當然本身內銀股的看法就不太差 大部分現收下息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但以民行來說 其實本身派息那邊 就不及四大行那麼理想 所以選擇它 其實相對就不算太好的 一個收積因素存在 再加上資產質素上看 其實它都算是量股裡面比較差一點點的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它的股價 可能有機會再試低一點也不足夠 如果你真的要去考慮 可能看看有沒有機會 試穿7元以下 試穿6.8元附近的位置 可能才做一些中線的部署 其實比較會合適一點 好啊 Raffy 你剛才就說 本身對於內銀整體的看法 就不太差了 為什麼呢 當然其實不差 因為始終很多隻都有些收息因素 雖然你說現在特別是量子大行 可能股價未必有 像之前年初一陣那麼強的聲勢 但好幸好 其實每一隻都有四、五、五、六、六 我覺得抗跌力都比較夠 所以如果以一些中長線投資者 是用來做一些收息的部署 然後慢慢賺價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上 不妨接下來可能趁著這一陣 再調整多一點 其實譬如建行、工行 這些四大行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中線的考慮 好啊 那我們就跟Raffy談到這裡 先問Raffy你有否持有剛才說過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Raffy 好啊 那我們不如跟觀眾看看 恆子現在開始的表現 看到恆子中午開市 看到現在都在跌 跌659點 就報29,650點 今天就五時博 亦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